Hello 我是Amy 我是Li 好 我再喝一支那個 Shadone 的有機 2018年的有機酒 澳洲的 我要喝 你還沒有喝 很好喝 妳看起來比剛剛 太新了大概十五倍吧 就是我有買一個POL的 POL很好吃 然後還有就是在 層層食品買的 這好好吃 可是我發現我忘了拿刀子 然後做成蜂蜜 做成蜂蜜 這是 這是釀酒嗎 對 它是草莓 加威士忌 你哪有錯 怎麼做 草莓一包 洗好接伴 放入一公升瓶中會設置到滿 再加入兩把植冰糖 好 那 開始來訪問 那個 正妹如何闖蕩江湖 那我先問你 就是 你換了幾家公司 我來了十年 應該是說職雅十年 然後現在是第三家 在日本十年換三家 算滿多的 對啊 其實 要不要講一下為什麼 就其實一開始 其實我還蠻喜歡我第一家公司 對 然後就是 其實我就是跟莉一樣 是研究所畢業的時候 然後就應屆考進去 然後我就想說 就這樣一直帶下去的話 就是大概三五年左右 可能就會跟其他業種 或是其他國家的差距很大 然後就覺得有一些不安 然後那個時候就遇到一個不錯的機會 後來就換過 我覺得日本的獵頭 並不是很優秀 就是不管是日本人 或者是外國人 或者是中國人 就是很多人 因為轉小時市場不發達 對 不發達 然後就會 然後我覺得越大的公司 都越差 就反而比較喜歡 個人經營 或者是小型的獵頭公司 因為他那個就是 比較會看人 就不會亂槍打鳥 其實他們那個業界很賺欸 就是他的那個 commission的算法應該是說 比如說你年收多少錢 然後他拿一個月份 就是他只是介紹 他如果介紹成功的話 他就可以拿一個月份 這很好啊 那很好啊 所以其實有些人 如果他比如說 或者是比較高的 可能甚至是 他可以拿到10% 所以就變成說 如果你介紹了一個年薪千萬以上的人 他等於是他介紹這個人 他那個月就有一百萬 那這三家 就你們每換工作 我現在大家都很好奇 就是薪水都有 有 有漲但是可能沒有 大家想像中漲那麼多 對然後 可是我覺得日本很奇怪 就是 他們 常常會有獵頭問說 你可以接受你的薪水持平 或者是 稍微 比現在低一點 然後我想說 那幹嘛要換工作 對 然後 他們就是 我後來就覺得 他們其實可能 因為他們換工作的那些人 也有一些問題 就是有一些人 他可能是因為 在現在的公司 待得不太好 環境關係 所以 突然就是可能 他混不下去了 所以才需要就是 離開 所以就是會 導致說 大家都一直想要 削減那個 漲 我後來覺得 還有一個就是 日本人他們不太敢要求 就是他們真正想要 要求的薪資 因為其實他們最後應該都會問說就是 我們如果要發 offer 然後會有一個條件面談 然後那個條件面談 其實就是 在那之前 獵頭會問你說 你大概想要多少錢 就是他們提示的 你覺得滿不滿意 我覺得應該大部分日本人都會 就是會忍 就想要 對 但其實怎麼可能直接點 他一定是給你比較低的啊 所以我每次都會跟他們講說 就是 就一定會跟他們要求說 就是你真的自己覺得OK的 然後通常都會過 我也有一位薪水談不容就沒有去的 就是真的會有 對啊 那還有就是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轉職的那個 因為我們 上一集聊到說 那個新人的爭取的過程 其實非常非常嚴苛 但是在轉職的時候 我常常會聽到就是 我覺得 就是有人在面試的時候 這麼胡周 可是他居然就進來了 跟我的意思嗎 對啊 日本的面試非常的隨便啊 沒有我覺得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們會先讓 就是跟這個 怎麼講 就是跟這個工作沒有關係的人 做第一次篩選 就譬如說人事部啊 或者是 或者是一些麻捏家 但是其實這些人可能 他根本就不會 超容易被騙 對他們超容易被騙的 尤其是人事 你只要會講日文就會被騙 好吧 那我們來就是 因為你已經 你第一家是廣告嘛 日本最大的廣告商 然後第二家算是就是 會計類的第一大的管顧業 然後第三家是一個 我真的無法歸類他業種的 綜合服務業 很大的公司 那你覺得這三家就是哪一家最超啊 比較 我自己比較不習慣的應該是第二家 就是管顧業 我其實覺得日本管顧業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把自己當作沙咪是有 他其實不相信他可以為戶客提供價錢 對啊 所以他以為他就是要用那種賣生器的感覺 對 把你盯在那裡 所以那個時候幾乎每天就是 都是中店 因為他們不想要付計程車費 就是你要很早去 因為他們就是大概九點多就失業了 但你就真的很沒有效率啊 就你就是被逼單 超討厭的 那個客戶他們那個團隊又有很多問題 他們就很喜歡就是說 我們要配合對方 然後就會選在就是 深夜開電話會就跟法國開 但是你知道法國人都會一直問我說 欸你們那邊不是已經很晚了嗎 要不要換一個時間 但你知道那些日本人就會覺得 深夜跟海外開會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而且重點就是 那些就是決定要開會的日本人 他們又不會講英文 所以就變成說 他們就會逼你要留下來 跟他們一起開這個會 其實在我的印象裡面 就是你在美國 如果你要做管戶業的話 通常都是非常的優秀的 可是日本就有一些爛卡 然後很不幸地就遇到那個爛卡 第一個我們大家都知道客戶很不喜歡他 所以就變成說 他會跟你花三個小時review 這個review幾乎是 就是你一聽就知道會被推翻 然後你就跟他耗了一兩個小時 然後嗨 我有疑問 我有疑問 結婚一下 那種人怎麼會生啊 就是可能軍班 就是他的順序到了 唉唷 我要發表一個我覺得是至極真理的理論 他如果人有分兩個軸 一個是優秀不優秀 一個是勤勉不勤勉 他說優秀但偷懶的人當社長 然後優秀但很勤勉的人當軍師 然後偷懶又不優秀的人當社員 但是那個勤勉又不優秀的人請把他焚燒 真的這種人超煩的 因為我跟你講 不優秀的人就拜託你什麼時候別做 像這樣 就越勤勉受害者就越多 對對對 死心電影我跟你說 真的 唉 我其實覺得我很佩服你的一點 就是你每一個公司都還是很愛你 對 你都可以 因為日本人叫做 因為其實 我覺得有些人他沒有辦法 離職離得不是很好 所以就是可能跟前公司有交惡的問題 可是你都沒有 你想知道就是你的秘訣是什麼 然後我後來想了一下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其實我老公也換了兩次工作 但他每次都跟前一個公司吵得不可看交 很多日本人他不講真話 就是他可能會覺得講真話會傷人 所以就會講一些其他的理由 然後辭職 但其實這種東西是 你只要辭職一段時間 就一定會發現你講的是謊言 對 所以就是變成說 其實我那個時候 就一定會直接跟他們講說 比如說我現在想要做這件事情 可是我覺得 如果我在現在的這個公司的話 會需要有比較長的等待 然後我覺得這個等待可能會 就是來不及 然後現在有比較好的機會 所以我就決定要去 因為其實這本來就是一個很sensitive的事情 所以就是盡量溝通的明確一點 但還有一個就是 如果是日本人自己講真話 我覺得可能也會有一些隔閡 但可能反正 因為我本來就是外國人 所以他們可能就會覺得說 所以在外國會有這樣的一個思考方式 他可能就比較不會去糾結那些人 對的感覺 對對 就不會去糾結一些微博的 就是細節就算了 那你覺得你覺得外國人 所以你覺得外國人不會特別不利嗎 不會啊 我覺得很利 就反而還 就是其實因為日本 基本上第一個是日本人轉職 比較不習慣嘛 然後第二個就是其實他們又不太會就是 擅長於比如說整理自己的攻擊 然後或者是就是自吹自擂 因為其實你在面試這個過程中 就是你必須要推銷你自己啊 所以就是再加上說就是語言的背景啊 就比如說因為因為我是自己就是 通常都是找跟台灣有關係的 所以就是其實你會講日文 會講中文 會講英文 對他們來說就是很難得的人才 獵人頭要找小家的 勇敢地交涉自己的薪資 跟錢東家好好溝通 外國人很吃香 對就是我覺得我們的選擇權 相對來說還是多了一些 然後再加上很多人都說會有外國人吃這問題 可是在薪水方面因為只要是 社會員一定是同酬的 就是談好公司他覺得會給你 然後福利他也覺得會給你 然後我自己覺得 因為他們的那個日本文化是 內圈大於外圈 因為他們有一圈一圈一圈這樣 然後國家是在對外圈嘛 那個公司在很內圈 公司搞不好甚至跟家人差不多內圈了 所以他就是你自己是這個公司人 他是把你當這個人 他不會因為你是外人 覺得怎麼樣 好那我們最後講下就是 下個禮拜要講什麼 各大大臣啊 眾議員啊 前中京都之士啊 傑尼斯偶像啊 都整個超歧視女性 對啊 我想說這個社會就是有病 下集講名人們的性別歧視言論 拜拜 記得點贊 訂閱 留言 分享